老师今天要带来的是 很特殊的这个台菜 就是也很传统 一般真的要很台的那个餐厅 你才会吃到这道菜 很简单的食材 但是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 就是这个扁鱼 扁鱼长这个样子 那请问老师 我们去市场挑这个扁鱼的时候 要怎么挑 我们一般去南北早货店的话 基本上就挑像这样的 比较完整线的 我家冰箱的就没有那么完整 就大概只有一半碎碎的 碎碎的那品质就比较没那么好 然后扁鱼闻的时候会很臭臭 就是腥味很重 所以我们待会去教各位处理一下 老师这个扁鱼会来不要洗吗 基本上不用洗 因为它是烘干的了 因为你如果再洗过的话 你下去不管是你用煸的用炸的话 它基本上会 比较又油爆 对它比较不会那么香 是是是好 那赶快来看一下今天这一道的扁鱼白菜 那这个扁鱼买回来有一个问题 我就是用菜刀 怎么刮都刮不重了 我们建议大家说 如果你要缩短时间的话 我们直接用剪刀 那我为各位示范一下 用剪刀去处理 对你先把它一开二 是 因为这样的话你待会在炸的时间会缩短 不用碎碎的吗 炸好再用 待会炸好的时候记得各位记得一定要加点米酒 加米酒的用力就是让它去腥 然后你炸好的时候因为它温度会再拉高 米酒加下去之后它会降温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话就不太会失败 好那油温的话大概是一百二三就可以下了 嗯 就是不用让它温度太高 因为你太高的话你下去的话 很容易焦掉 对很容易焦掉 然后你也记没讨 炸不透又容易焦又会反复 对对对对你就是不会有香味出来 有 我的 这样稍微把它翻面 各位把它翻一下 然后它会变成一边已经类似这样 卷卷的这样子 对对对 这样就可以了吗 还没还没 还没 可是火是不是要很小 对对对 我们现在火已经差不多盆关起来 对对对 好香哦 这个时候 对 然后呢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让它变金黄了 老师真的一点都不紧张 要是我就急死了 觉得好像都快烤焦了 然后这时候把它先放着 让它吸油一下 它可是不是说要用米酒盆吗 对对 这么多都没关系哦 不会不会 就是让它降温一下 然后待会等它冷却了以后 它才会变酥 会变酥酥的 对对 很多的可能都不知道 扁鱼这样子炸好之后 要用那个米酒喷一下 米酒喷一下的话 它会更 它才会酥才会香 一般我们在煮白菜的时候 建议各位加点盐巴 加盐巴的用意再让它会更快软滑 会缩短你煮的时间 我以为加盐巴的用意是 让它保持翠绿 后来我觉得好像不太对 因为白菜不是要变脆绿吗 它就是要软 它就是要软 白菜都要煮软 所以你加这个 你加一点盐巴的 它会更快 它会加速它软化的时间 是 然后这个就是气胸肉 我们气胸肉就是切丝 稍微要把它印制一下 是 我们加少许盐巴 然后一点点胡椒粉 胡椒粉 对 然后我们打一颗全蛋 但是不用加太多 然后把它抓麻一下 然后少许米酒 因为你抓麻以后 它才会变得很滑润 顺口 因为你不抓的话 它会变太差 然后抓一点点 太白肥 OK 就像很多人在做 这个北菜肉的时候 上面会用那个蛋酥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爸爸就 他就很会制作那个蛋酥 他制作的蛋酥呢 就是放一个那个滤网 对 比较大的桶 然后从 哇 榨上去 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放在 扣在我们的这个 然后你蛋酥的话 基本上你要炸的话 建议加点油 就是蛋液里面加油 让它下去会更滑顺 然后起来都会全部是一颗一颗 就变成一坨一坨 北菜肉就下一个 OK 然后你在抓麻东西的时候 建议加一点点的油 因为加油的用意在 肉才不会结成一团 对不对 对 然后各位 这是刚才炸起来的饼鱼 然后你可以用塑胶袋 稍微把它挤一下 或者说用剪刀 或者说 比如说好了 我们用剪刀这样 哇 酥脆感 哇声音也 对对对 就反正不规则 它不一定要多少 然后这样代表就是 这个声音出来 就是代表它很酥脆 这样子的话 你待会煮起来才会像 然后呢 我们现在鸡胸 这个就是我们的鸡肉丝 那鸡肉丝的话 我们就用刚才这个油下去 就用这个锅就可以了 对 其实这个 不管是油温 或者是说温度太高 像我自己在做布丁 或者是说蒸蛋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穿孔 汤汤 其实那个就是你的温度太高了 对 那个就是你的油温太高 你只要把果酱很小 我告诉你 不管你是煎带还是什么 你都会非常的嫩 大概锁了以后 就先把它起锅 放在旁边备用 是 因为你鸡胸肉 如果下去跟白菜一起煮的话 可能会太过于 列猪太久会太老 肉质会比较 比较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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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比较没有甜味 因为甜味可能 最后都到汤里面来了 对 OK 好 那我们加一点点油 用这个刚才有炸过的 然后香菇丝 那香菇丝一样 就是一样先爆香 香菇丝的话一般建议就是用台湾的 我们现在已经香味出来了 再丢蒜头 对 蒜头 好 葱白 对 然后一样 爆香的话基本上如果你的 我们在炸菜如果要好吃 就是辛香料 饮料让它爆到变成金黄色 让它的炒起来才有味道 而且顺序很重要 像刚刚老师就先煸这个香菇 先煸香菇的话 像现在的话香菇味道都出来了 都很香了 对 但是蒜跟葱的味道还没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以这一锅 然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以这一锅 对 所以你就必再去瀝干它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水分 对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刚刚这边有撒一点盐巴 还有我们的扁鱼本身也还满咸的 所以那建议的话 各位如果调味料的话 不要一次先下到位 好 然后我们现在 把我们的冰鱼 这时候扁鱼已经可以下来了 对 因为扁鱼要先下 先下让白菜去吸收它的香味 然后粉片 放笋片 对 老师这个笋片是有点带酸味的吗 没有 就是一般的所谓的沙拉笋 沙拉笋 就是人家真空包装那种的 已经撒下就对了 OK 已经煮熟的 这种笋片放进去 然后大概要焖到什么时候才起锅 大概要焖到 大概要十来分 十来分 就是白菜要烂 对 然后我们再胡椒粉 我们先下一点点胡椒粉 然后味原液 味原液就是我们俗称的白酱油 就是青酱油 是哦 对 因为这样的话 你待会煮起来的颜色会更好看 你如果放传统酱油的话 太沾 对 会太深 然后放盐巴的话又带不出味道 沾着 对 所以我们这个加一点点 原来是这样子 难怪外面的白菜肉颜色也漂亮 我一直想说不加酱油 那不加酱油少了那个酱香味 对 对 然后加了白盐 又觉得说死咸 然后原来要用白酱油 加一点糖 加一点糖 然后盐巴的话 我们先加少许 然后稍微再试看看 OK 好 就这样子 我们等到汁要少一点 对 好 然后可以的话就加锅盖 让它稍微焖 扁鱼白菜要出炉了 对 好 各位 那我们现在大概煮了十来分钟以后 我们白菜肉已经煮到 也不要太烂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 刚刚的那个鸡丝 对 好像嚼下去 好 又要开火 对 因为我们也是怕 那个鸡丝刚刚我们不一定是 十分熟 搞不好九分五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 很快 因为鸡肉我们不能吃到生肉 对 对 治一下下味道 不够减 不够减对 我们还要加一些盐料 就不加白酱油了 对 我们就直接加 因为颜色已经够了 对 然后呢 如果各位要马上吃的话 那煎鱼可以锅点薄芡 我们锅薄芡就是让待会吃起来 比较滑 又会更滑嫩 滑嫩的意思就是更滑嫩 对 对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 乌醋下去提味 加点香油 其实这道菜非常非常的家常 但是呢 讲到扁鱼很多人都会很陌生这道食材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比较喜欢用这个开养 来煮这个北菜肉 但是其实比在暴地台湾难度的话 都是用扁鱼 对不对 对 甚至里面还会放一点那个鱼皮 对吧 就是说让它那个胶质带出来 吃了你就会滑溜滑溜 1年轻碎